一次学二十个,你不熟悉的动词成语 这个动词成语很多啊,我们很弱 所以我这边收集,花了时间心血收集啊 所以这个动词成语的学问很大,是我们的罩门 Do you want a thief made up with the Jews? 为了也就是很狡猾的意思啊,狡猾的小偷啊,made off,偷走了,make off off 是的一看,把东西拿走,with the Jews 后面跟杰西斯,with,把珠宝偷走了,make off Every morning is a battle,go get the cash out of the school 各位后面一家跟的是原型动词啊,get off就是,他意思也很多啊 off 离开,把他弄走,把东西弄走 每个早上,把我小孩子送去学校啊,像一场战役啊 小孩子不肯起床,不肯吃早餐 闹,早上起来精神不够脾气不好,穿衣服很慢,不想上学,一堆问题啊 像一场战役一样,战阵一样 get off,把东西弄走啊,我们这边说送出去啊,把小孩子送出去 Vitter temperature mode will pack you off to bed 在这个温度之下啊,气温之下啊,妈妈呢,会pack,把她收拾行李啊 打包,收拾行李,打包,然后离开啊,就是,这也不好解释啊 就是,让你去做一些事情啊,打包,把你打包,把小孩子赶上床 赶紧睡觉啊,这温度很低啊,天气凉了,赶紧上睡觉,免得着凉 还要把你打包,把你送离,送离一个地方啊,送离,送到哪里去,送到船上去啊 就是把,把,把人啊,赶走,把动物啊,也可以啊,把什么事情,把什么人啊,赶走 赶离这个地方,然后去做,然后去某个地方啊,赶走做某个事情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but I shall have to bed off Bed是打赌,也可是确定,我相信,我确定,我打赌啊,很多意思啊 谢谢你的邀请啊,但是,但是我必须要推辞啊,这我可能有事啊,可能我不方便去 Bed off,就是不要,离开,没上班 啊,我确定我,我要离开,我确定我不去,啊,推辞 I feel we are heading to dangerous waters 啊,不是我害怕,我恐怕,啊,I feel 我,恐怕,我们要进入,啊,一个危险的一个水域当中啊 啊,比如说,驾船啊,前面金头海浪 Head是头啊,名词啊,也可以像动词 头朝向哪里,就是往哪里前进的意思啊,前进 啊,我们这船继续开啊,要进入前面一个漩涡 一个金头海浪,啊,一个危险的一个海域里面啊 啊,或是那个水,很浅,或太深,或太怎么样 He learned to me with a string of insults 啊,这一连串,string一般是绳子啊,这边是一连串的意思 一连串的侮辱 Lead,它原型动词是L-A-Y,L-Y,意思很多啊,下单啊,漆砖啊,把东西放下来 放下来,一般是放下来比较多,或躺下来啊 Lead in two,这也很难解释 啊,就责骂,骂的意思啊,他也骂了我一连串的脏话 Lead in two 所以有些啊,动词成语没法解释啊,就是习惯 那当初为什么会变这样,去问爷爷爸爸奶奶,问祖先 你问美国人他也不知道 上网去查,有的根本也查不出来,但是已经习惯了 所以有些中国成语啊,都有很多典故啊,但是有些 里语,业语也搞不清楚啊,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讲啊,有些查得出来 有些查不出来 Lead in two Toma Every evening when we return to the youth hostel We have to sign it 每个晚上啊,当我们回到了青年旅馆啊,youth hostel 又年hustle 我们要签到,签到然后进来啊,sign就是签名啊 签名进入,我们要签到 表示回来了 The president dress, the vice president down in public 这总统啊,公开 骂这个副总统 Dress本来是穿衣服啊 也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啊,穿衣服啊 或者是搅拌啊,这个 这个,dress 就是喷条的时候啊,这个 做一些配菜啊,dress 或者领一些酱料啊,有一些不同的意思 Dress down,像衣服,好像穿衣服啊 把衣服拿下来了,就是不给你穿衣服了 当初把衣服脱下来,羞辱里啊,就骂,斥责 Dress down There's so many heavy responsibilities weighing me down Way 本来是名词重量 也可以当动词啊,动词施加重量啊 Weigh down,就是压得很重 压得我往下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压得我很重 This car certainly can get by the obstacle get by 它意思也不止一个 get by,有勉强过生活啊 穿越啦,通过啦,很多意思啊 所以很多动词成语啊,看上下文,看句子里面前后文 这部汽车啊,当然不能通过啊 那个障碍物,没办法通过,get by,穿越 如果用在别的句子,它可能是勉强过生活啊,生活过得不好啊 I'm afraid you'll have to start behind and finish this Start behind I'm afraid,我恐怕你必须要have to the must 你必须要停下来,留在后面,finish this 然后完成的工作,就留下来,start behind 留在别人的后面,就留下来,停在别人的后面 she plans to get him back for his insults get back,就是逃回来 拿回来,而不是后面,back,就是重新一次啊 重新拿回来 他打算呢,plan,是计划也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啊 他计划,要对于他受到的屈辱 他要讨回公道,拿回来 你怎么骂我就怎么骂回来 Running away from the problem seldom solves yet 就run away,就是逃避 away,就离开 逃离开了,跑离开了,就逃,逃避 逃避问题的很少,可以解决问题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There is no way we can sneak away from here Sneak,就是偷偷,偷偷跑掉 捏手捏脚,偷偷跑掉,而未离开 就没有办法,There is no way,就是不可能 没有一个道路,就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从这里逃开 偷偷的逃离,不可能 She pushed her first on the side in favor of the second 他不喜欢老大,喜欢老二 Pushed her side,放到一边去 他把他第一个生的儿子,就是长子 把长子放在一边 in favor,就喜欢偏好 喜欢老二,可能老大长得比较丑 或老大比较不听话 老二比较漂亮,比较听话,比较可爱 把老大放到一边,就排斥 他不喜欢老大,喜欢老二 Muchiman the house brought to death Born to death Born,就是很无聊的 无聊的要死,不是真的死掉 不是死掉,而是比喻 比喻的,无聊的要命 无聊的要死,中文嘛 无聊的要死,你也不是真的要死 无聊的要命,也不是真的要你命嘛 就是一个夸张的讲法 Muchiman就是无所事事的现况 Muchiman本来他是闲晃的意思 但他也是堆肥,下肥掉的意思 所以英文一次多译 Muchiman,无所事事的闲晃 不是,他不是堆肥 Much就是无所事 突然想到Much才是堆肥 Muchiman,这个Much 是堆肥,下肥掉 但是他也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东西弄乱七八糟 的意思 Muching around Muching around 他把书桌上的书 弄得乱七八糟 Muching around 有的时候是施肥 Much是弄得乱七八糟 而然是到处 Muching around Judges like to Fight against you Fight,就是找到 Against 有很多意思 对你不利 不利于或者协议 依靠着什么东西 背靠着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 对谁不好 或者靠着什么东西 against 其实光是against I'm against you She's against you 他反对你 本身就是反对 起码加动词 Fight 就找到什么东西来反对你 这法官呢 法官呢 他可能会判你有罪 找到东西反抗你 对你不利 就判你有罪 It's a way to go after him now Go after 这个就很简单了 就追赶 在后面 在你后面 在你后面走 不是在你后面走 是追赶你 而这样去追赶他 就太迟了 来不及了 I can't sleep because someone's been about upstairs 我没有办法睡觉 因为有人了 在楼梯 乒乓坐墙 在楼梯上找来怎么去 或者在楼梯上 发出什么声音 Bang就是 发出声音 发出很吵的声音 Bang 也可以名词 也可以 也可以动词 像宇宙大爆炸 Big Bang 一个大爆炸声 一个很大的剧烈的声音 宇宙诞生 Bang in the Bang 乒乓坐墙 发出正的欲弱声音 反正是发出很大的声音 这期讲这里